花蓮市青年公共事務促進會5號下午舉辦了花青托客品牌行銷及危機公關培令營的講座課程 邀請到多位陣容堅強的講師到現場和學員們來分享自身的實務經驗 而其中還特別安排了市長給問嗎互動單元 讓學員們可以不受主題限制 向花蓮市長魏佳賢提出他自身的看法還有想法 因為我本身是在社區服務嘛 所以我們等於是公共事務的第一線這樣子 學員們拿起麥克風就直接對準了市長魏佳賢來做提問 這次5號下午花蓮市青年公共事務促進會所舉辦的花青托客品牌行銷及危機公關培令營講座課程 其中特別安排市長給問嗎互動單元 讓台下20多位學員能夠向市長提出心中的疑問及想法 而台灣民眾黨立法委員蔡壁如也特別來到現場 關切花蓮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遺言 我想來聽聽看花蓮的青年人 青年人到底大家都在關心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這個這個世代是年輕人的時代啦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年輕人像我在立法院我們退一線二法 就是希望修憲把那個下修到投票權能夠到18歲可以去投票 在5號6號1點2天的課程安排當中 主辦單位更是邀請到多位陣容堅強的講師來到現場 和學員們分享自身的實務經驗開拓學員們的視野 也提升他們遇到困難時的應變能力及思維 那花青talk就是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年輕人來學習一些我們在北部西部非常盛行的一些流行的課程 比如說行銷學或是一些蠻重要的一個怎麼樣讓政治跟年輕人能夠接軌的一個課程 那在今天也特別受邀來參加市長給問嘛 那我相信學院有非常多很特殊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也準備好要給年輕人來好好來問一下 那我們希望所有更多的年輕朋友都能夠來參與我們這一系列的一個課程 那我們剛剛有聽到公共事務會的部分 有提出希望未來在兩個月每兩個月都可以辦系列的一些課程 那也歡迎所有的年輕朋友都能夠到現場來聆聽 花蓮市代會副主席李政偉及市民代表楊哲峰也特別到場聆聽青年的聲音 初進會理事長黃新馳表示 希望能透過講師群的生動講座及內容 讓花蓮在地對公共事務品牌行銷危機處理有興趣的學員 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深化 促進花蓮市能有更好的未來與發展 這也是花蓮市公所及花蓮市青年公共事務初進會合作舉辦的目的 記者 許麗芹 花蓮市報導